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有一种人偏生乐观积极,有创新能力 经常创造出一项恶作剧,逗人开心 但是玩得过火了,就会让人不开心 甚至是令人讨厌 今天女神就为大家带来一部恶作剧男孩 因为吃了室友的黄瓜怀孕的故事 凌乱的房间之中,邋遢男还沉浸在睡梦之中 这时闹铃响起,她随手就关掉了闹铃 来到厨房之中找吃的 而冰箱里面能吃的,只有室友玛雅 胭脂的一盒黄瓜,虽然上面贴着别动的标签 可是邋遢男,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 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 她一边吃着黄瓜,一边去厕所 刚出来的玛雅,一个不小心就把她关在了门后面 不过这种小事,总是无伤大雅 邋遢男,继续去上厕所 可是,喜欢恶作剧的她,打开了玛雅的柜子 看到里面的应允帮,就想试一下 可是这一世不要紧 关键是把自己释出怀孕了 这下邋遢男,可是懵逼了 之后,她还感觉到了孕兔 难道是真的怀孕了? 于是,她再次到医院,买了一个应允帮 结果显示,她是真的怀孕了 邋遢男,虽然很生气 但是还是接受了现实 在路过婴儿商店的时候 被里面萌萌的玩具吸引 这时,一个孕妇揣着粗气走了进来 看着孕妇大大的肚子 邋遢男吓坏了 低头一看,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正在蠕动 没有一会儿,就剥夺而出一个小婴儿 邋遢男被吓坏了 买了很多婴儿用品,就回家了 之后把整个房间打扫了一遍 还给自己喷上了香水 这时女友来了 刚见面的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密外在了一起 关键时刻,女友表示自己要去厕所 女友刚走,邋遢男就感觉肚子大了一圈 她脱下衣服,躺在了被窝里 女友见证,还以为她等不及了呢 可是就在此时,邋遢男却感觉肚子很痛 就这样,她在惊叫声之中度过了一晚 而且声音大的,都快把房顶都给掀发了 第二天醒来,邋遢男站在镜子前面 好好地观察了起来 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梦一场 而房门外的玛雅正在吃着自己胭脂的黄瓜呢 经过这个恐怖的梦境 相信邋遢男以后再也不会乱动别人的物品了吧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